春节慢慢临近,春运的大潮即将开始,农民工回家的心情越来越迫切,作为家里的顶梁树,带着稀儿老小的期盼在外奔波了一年,有付出有收获,又是一年春运季,一起来看看农民工春运返乡,的十二让人心酸的场景图,看看哪张图会让你心酸,图一,风雪交加,两位农民工扛着行李走在雪地里,积雪被踩踏的吱吱作响, 图片来自东方IC 图二,为了节省路费,返乡的农民工摩托车,大军在货车与客车的夹缝中前行,图片来自东方IC 图三,同村的农民工,一起外出打工挣钱,一起结伴而行回家,大家将行李放在一起,伙伴们吃饭去了,留下一人在原地照看行李 图片来自东方IC 图四,几名农民工扛着行李,踢着乳胶七桶准备进站,桶是工地上废弃不要的,放在工地里觉得可惜,待回家还能继续利用 图片来自东方IC 图五,住宿费不便宜,一家三口挤在地下通道中直接打起了地铺,垫被盖续都是现成的,孩子睡在中间露出开心的笑容 图片来自东方IC 图六,一位扛着大包小包的老年农民工准备进站了,终于可以回家歇一歇了 图片来自东方IC 图七,农民工父亲的背上背着包,他一手牵着孩子,在外打拼也要将儿子带在身边,再辛苦再累,为了儿子也值得 图片来自东方IC 图八,一位老年农民工躺在一堆行李中,后车的时间太长,老人打起了喝浅,图片来自东方IC 图九,列车还没有出发,几名农民工躺着行李上睡着了,或许他们真的是疲惫了 图片来自东方IC 图十,漫天飘雪,农民工大叔肩膀上的包裹太沉,他不得不用两只手将包裹上袋子 往肩膀上用力的再勒勒勒,图片来自东方IC 图十一,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在外挣钱谋生并不容易,为父母为妻儿花钱舍得,为自己花钱却不舍得 一位准备返乡的民工,坐在车站外的广场花坛上简单的吃着中餐,图片来自东方IC 图十二,一位农民工大叔穿着一套工装,工装的外面套着棉袄 他用一根木棍将行李挑起,手中的红色塑料桶格外显眼,终于可以回家歇歇了 五度图纹编后语,作为家里的顶梁柱,他们是一家人的主心骨 是一家人的希望,来年孩子的学费,老人的医药费,全部指望着他们 为了家人,他们不怕吃苦不怕流汗,他们无缘无悔,任劳任怨 向为家人,而奋斗的农民工兄弟致敬,向所有为了家人幸福,而风雨兼程披荆斩棘的人致敬,图片来自东方IC